扫罗 种福田 明朝目送龙庆丁卯年 在韩州有一位名叫韩世能的人 有一天晚上 韩世能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金甲神 怎么回事 难道已经天亮了吗 金甲神 韩世能 你不要害怕 我是来向你道喜的 金甲神 我有什么喜事啊 你当想一品官位的荣露 难道这还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 想一品官位的荣露 金甲神 我何以有此福报呢 金甲神听后笑着说出了一段功德善行 这事还得从韩世能的祖父韩永春说起 韩世能的祖父韩永春家境贫寒 他虽然十分缺钱 但是却喜欢放生 每天清晨起来 他必定会拿着扫帚 把屋前靠小溪的两岸的螺丝放入水中 以免被人踩踏山寒 今天又爬上了不少啊 你们还是快回到溪水里吧 爬到岸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踩到的 有时候 韩永春还会忍着精力清扫十余里路 被他放生的螺丝更是无可计算 韩永春 你这是在做什么 是啊 别人大清早的都打扫自己门前 你怎么扫到这里来了 我这是在做善事放生呢 放生 拿着扫帚放生 你们看 这些螺丝都爬到岸上来了 这样很容易被人踩到伤害他们的性命 所以我每天早晨都会用扫把把他们扫回溪水里 你也太无聊了吧 行啊 你继续做善事吧 我们就不耽误你放生了 这个韩永春实在是太傻了 还做善事放生 自己连饭都吃不饱了 还顾得上那些爬上岸的螺丝 可不是嘛 放生螺丝这种事 也只有他这样的傻子才做得出来 对于这样类似的冷嘲热讽 韩永春一概都忍耐着 他只觉得自己认为做对了就好 至于他人的鸡瓶 大可不必理会 何况他总觉得 当他把数以百计的螺丝放生到西河里时 自然而然就感到快乐无比 这种快乐 诚然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 你的祖父乐子不疲 已经做了四十余年 所以累贷可得贵贤 因得也就必因到你身上 原来是这样啊 金甲神 难道这只是一个梦吗 自从做了这个梦后 韩世能更加自立 果然日后官制一品 初始朝鲜 后世子孙皆享显贵 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 即使有再多的钱财 再高的穴位 也无法买到一分钟的生命 即使是一只小生命 我们也无能为力 让它死而复活 所以 在生命活着的时候 就应该多多珍惜 让一切生命 都能享受自由和快乐 保护它们 不再让一切生命 受到任何的伤害